这里是福建的海上明珠 距离马祖列岛只有8000米的距离 借助望远镜就可保览马祖岛内的景物 这里就是黄旗镇 Hello大家好,我是大旗子 我们沿海岸线的旅程来到了福建连江的黄旗镇 这个黄旗镇特别厉害 它曾经的这个房价是一度直逼福州 很难想象在海边这么一个小的海港 它的房价会如此之高 那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下面咱们就一块去了解一下 这个黄旗呢,它也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因为台湾是有很多小岛的嘛 之前我们在平潭的时候 平潭是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也就是台湾的主岛 这个黄旗呢,就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黄旗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 在这个黄旗镇上到处都是跟海鲜相关的东西 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海产品 在这儿呢,也还能买到很多台湾的东西 黄旗自古就是商贸重镇 很早之前呢,有许多黄旗人会跟马祖人 在海上进行小规模的贸易 一般人们把这类人统称为马祖饭 如今黄旗的台湾产品,马祖产品都是通过海关进入 已经不在船上进行交易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两岸的渔民接触频繁 马祖列岛军民食用的副食品有80%都是靠黄旗的马祖饭供应的 因此,黄旗镇以它独具优势的地理位置 也成为了福州市全市20个商贸望镇之一 2008年开通了黄旗对台小额贸易监管点 便于源源不断的台湾商品进入黄旗 在对台小额贸易监管点成立之前 台湾的商品如果想进入黄旗 必须要绕行马尾海关 如今便可以直接从马祖进入到黄旗 比原来节约了一到两天的时间 从马祖到黄旗往返只需要一小时左右 非常方便 除此之外,黄旗镇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 后沙是黄旗镇的天然海滨浴场 一到夏天便会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这避暑游玩 还有东谷郊、金沙郊、阳潭岛等等游览圣地和天然景观 都是游玩的好去处 黄旗和马祖两岸地缘相近 人缘相亲 自古由里山与外山相称 历史上两岸同属于连江县管辖 许多马祖人祖籍都是连江县的 也正因如此 这里的两岸又是全国唯一的一线两制地区 来到黄旗镇游玩过后 一定不要忘记尝一碗黄旗鱼玩 被我们的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 拜拜